皮诺县警察节庆祝大会 由原住民警察组成的马萨路乐团 及潮州警局组成的A005乐团 开场献唱炒热气氛 会中由皮诺县长周春敏 皮诺县警察局长戴台杰 表扬模范警察 刑事见识楷模 侦破重大刑案有工人员 集邮易警易交民房人员及志工人员 周春敏表示 诈骗案件是长久以来的社会问题 今年皮诺警局已成功阻诈将近6700多万元 感谢警察同仁在各职位中的努力付出 期许未来可以透过警察乐团的创作 与防诈业务做结合 创造出更多元的宣传方式 我要谢谢警察同仁在每个店 每个分局 每个派出所 大家都用自己的努力 来帮忙打仗 所以呢 到现在今年到五月 今年一到五月 我们总共的成功的防阻 阻诈将近6700多万 那去年的整年应该是一亿两千多 那现在已经是过半 那由此可见 这个诈骗集团还是非常非常的猖獄 而且首反与日不断的推陈出新 我们要倒高一仗 更来全力的这个防毒打仗 受奖人员中 皮诺分局警员吴俊玉查获多起炸漆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社会矚目案件 并结合侦查及见识成果 巡线查获多名通缉犯 展现警察团队战力 就很感谢我的家人 对我的支持 因为我常常会办案件 很晚你才回家 让他们造成 因为我担心 在警察节庆祝大会上 周春米厨颁奖表扬基于远景外 也表示今年将盘点权 屏东县84个派出所分住所准备需求 按照ABC等级进行划分 逐年修缮改进 提升远景工作环境 记者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